一個學生被控前年8月在銅鑼灣參與暴動 法官說現場情況混亂 警員證供和閉路電視片段有出入 裁定被告罪名不成立 林凱彤報道 19歲被告葉光誠 暴動罪不成立 當庭釋放 開心的 但是感情好像比較放空一點 不過沒事就太好了 最想說的是我現在沒事 大家就不用擔心了 關注其他被背後手足監禁的議事 尤其是最近47個參與民主派初選的人士 他被控前年8月31日 在銅鑼灣天尼斯道近崇光百貨一帶 連同其他人參與暴動 早前有警員作公子 見到被告在內的四個示威者 戴著頭盔和防毒面罩 當中兩個人將點著的汽油彈扔向他 警員上前追捷之後拘捕被告 法官姚芬至裁決的時候說 當日銅鑼灣有200至300人聚集 毫無疑問是非法集結 破壞社會安寧 可以構成暴動罪 雖然被告當場被捕 但關鍵在於他有沒有參與其中 有警員作公子追捷被告時有汽油彈扔出 但回看閉路電視片段拍不到有火光 另一個警員作公都說見不到有汽油彈扔出 法官質疑首個警員的觀察 認為沒有充分證據證明被告有破壞社會安寧行為 法官認為當時情況混亂 無法單靠警員的證供 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被告干犯暴動罪 因此裁定罪名不成立 有線電視記者林凱彤報道 各位看到很乾脆statachsen 官市 enjoonly見uni 如果工作人可知道 如果工作人數 sens taught 兩種東西 來 地 比如 빵 剛好 感谢观看